第一时间当然先试一粒炸鸳饭 一定要点换 太炸 除了游行以外 其实也有很多老街坊 这时候又会吃不到花椒八角的香味 今天吃到的 挺好的 现在部位挺漂亮的 这一块好像比较瘦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位置就是 南方大厦下边 在我身后面就是文化公园 今集我又在这里拍摄 其实是另外一天 大家如果有看上一集 为何又在附近 刚好过来这边 今集影片就会帮观众 找他们曾经住过的地方 因为今天已经是假期已过出发 之前亦都曾经大家说过 南方大厦周边 这边变了很多电子零件的批发铺 这里正正式是南方大厦 既然来到我 跟大家进去看看 已经变成这样的简单转圈 我还记得以前小时候 来南方大厦是专门买那些 很漂亮的日用百货品 很多时候都只有这里可以卖 时至今日已经变成这样的简单了 现在这个钟数是十点都未够 所以很多店铺未开门 亦都是很正常的 終于有一间店铺开了 在这里一起走出去 可以去得到长堤边 我们就不过去看 车来车往就已经是长堤边 我们会在前边往左转去西豪二马路 观众要求拍摄的地方 好像锁了门 是不是呢 走走就知道 没错了 一步之遥 出发来就是悬江西路的南方大厦门口 还有一站式办公服务的注册公司 签证申请 今天我们不看这里了 除了南方大厦这个旧之外 其实很多地方都变成了 卖电子零配件 包括这里也是 就在这里旁边 包括在这里转过去 有很多都是 至于镜头的正前方 这里就是西堤码头 省总马大在前边 我差点想说 话说上一集 和老婆来到这里的时候 她是很希望可以见到 南方大厦和油精博物馆有开灯的 但很遗憾是没有开 她非常之失望 最后还好 在大中楼那里 大中楼后面 那里还有开灯 但就不太光亮 她慢慢说 要省这些钱做什么 其实我相信不是省钱 应该她平时也是不开门 因为这些已经是变成一个商场 她不是一个景点 包括这些也好 已经全部变成了 电子零件 如果再晚一点 可能就会有很多客户 过来 生意其实比想像中好的 大家看到这些客户 已经知道 有些还在装修 做餐厅 至于在这里 走过去 再走前一点 就是以前的大同酒家 当然 我亦都多次说过 她已经是没有了 没有继续经营 很多很多年了 一个这么得天独厚的地方 都没有做 好像被资本收购了 果然之后 去了珠江山城开店 我们说回正题 观众要找的地方 西豪二马路 保顺三行 应该就在前面转过去 我在手提电话地图 是找不到保顺三行的 不过 凭我记忆 西豪二马路肯定在 凭我记忆 是在 因为 在我面前 已经看到保顺大街 在我印象中 保顺大街 保顺三行 不是一个很长 很狭窄的行 这里 西豪二马路 上次观众还骗到我 拍《人际路》 也不进来看看 真是不好意思 不要紧 今天我们就来了 保顺大街 至于这里 穿回到《人际路》 在这里 包装行 其实就是以前 广州电影院的后门 这里是有写的 一个是三星公街 但我真的找不到 有 保顺三行 非常容易找 肯定在 因为我记得 应该在前面 往右转 观众 连门牌号码 都给了 应该 不难找到的 这两栋楼之间 非常之合习 右边 应该是一个餐厅 如果我没有记错 保顺三行 按先头的地图 显示 应该在前面 往右转 我都看到 对观众来说 这里的变化 应该不是很大 应该是比较容易认得到的 保顺三行 让我看看四号 在哪里 我估计应该 就是这几间屋 这里我看到 已经是十号 这叫中港匯 可能是一些贸易公司 至于这里 反而是西豪二马路 三十号 我极有理由 相信应该会在左边 这里已经是八号 六号 我估计四号 应该就是这里 这里 至少五层楼高 楼下变成货仓 上边应该是有住人的 有冷气机 有挂衫 我估计 可能会是附近 做工那些货运工人 批发商场的工人 在这里租住 由于货仓和居住 其实是不可以一样的 但是要做生意 没有办法 所以也会有这一种 叫做 应该怎么说 微型消防站 但这里是属于二号 我相信观众应该对这里 都很熟悉 再看回楼上 究竟以往是否这么高楼层 我当然不得而知 其实小时候 我有亲戚曾经是住在这里附近 究竟是人制路 还是这里 我真的不记得 因为那位亲戚是我嫲契仔 我也不怕说了 她的太太就在大同酒家开工 然后她就负责斩斩斩斩 很厉害 再推上去上边看看 是同一栋楼 但我现在站在这里位置 已经是二号 和四号是同一栋楼 挺高的 至于在这里走出去 应该就是三圣公后街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因为早几天才来过 就是上次观众说 你来到也不进去走走 那个地方 再转过来看看 地下已经铺了新的地砖 不是那种青石砖 这里三圣公后街 至于在这里出去的话 应该会是人制路 这里还有个幼儿园 瑞兴西雄幼儿园 至于继续往前走 我们又见到会有很多货仓 这里人民路周边 很多很多批发市场 林林种种都有 包括我们现在面前见到的 这些我估计应该是电子零配件 又有服装又有眼镜 很多很多 这里是梅兰新行 应该讀烂还是烂呢 不得不知 在外面走就是人制路 我决定不走过去 我决定在这一边走走 因为我看到地上有很多青石砖 我极有理由相信 观众以前曾经在这里住的时候 地面也是这样 还要比较有趣的是 右边是这种铺过的新地砖 左边还是电动车走过 是会让我有的 不得不提的是 这里其实是属于月秀区 但是也挺有西关的感觉 路是阔一点的 巷是阔一点的 这里应该算是巷来的 但是大家看到 都是这种平房改造 房屋是两层三层 顶楼是四层的 但是跟先头我们看到的一样 很多都是用作出租用途的 哇 这里有古典 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 就应该回到差不多 去往一得路的方向 相信观众应该可以满足到 好 满意我这个给他们答案 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 都没有拍摄过 帮观众找屋这回事 所以都还有两个地方要去 下一个地方应该是海珠中路 最后我们会回到和平西路的方向 我们先去海珠中路 先看看吧 说这么快 我们就回到海珠南路了 这位观众要找的是海珠中路 最初的留言叫做 航 是一条航的航 航龙里 我的手也找不到 不知道找到增城还是哪里 很明显是错的 然后在各个手术引擎上找囚 终于发现原来观众是打错自己的 是长龙里才对 长龙里我已经找到 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可以在私书路过去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 走海珠南路、海珠中路 走回海珠中路 今天影片拍得挺急的 天理预报说会有台风 小犬 说今天开始就会有大雨 还好 现在还没有 听说台风一直往南出 因为如果它由东往西吹的话 就好像上次那个 什么台风 很厉害的 搞到水浸的台风 搞到很多雨水 还好可能因为有 冷空气的原因 把它吹下去 不过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也是断股 当我们看到这间大医院的时候 继续往前走 就已经是海珠中路了 一直走去 就可以回到大概西门口的方向 至于先头 我们经过的海珠南路 一边就是会通向北路 至于这里正正就是海珠中路了 这个长龙里是会比较接近海珠北的 一路走一路找 在这里走过大概有五六分钟 就会到的了 如果回到这边游玩 怎么说 旅游景点并不太多 但是很有老城区的感觉 还有前边这里有个饮茶的地方 一直都想和老婆过来试一下 这个已经变成这样了 我说的饮茶是这里 美南酒店 潮点酒家 有得吃饭 有得饮茶 到早上 那些叔叔阿姨 又专程过来这边喝茶 都挺老是好 而且价钱不算太贵 而且还有饭盒吃 至于旁边这边就是海珠中路小壳 因为我的咪是有防风罩 其实现在超级大风 大家看看我的紧有的头发 都吹到乱七八糟就知道了 这边就更多小食 但是现在这个时间 没够吃饭的时候 可能去到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继续走 据说对面这两间都是不错的 右边那间就新派些 坐得宽乐些舒服些 左边这间就吃烧鱼 好像以前没有那么好的装修 现在重新装修过吧 很有善食堂 吃斩鱼 根据地图显示 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我们继续走 如果没有记错 前边这边打横的应该是观陆路 观陆路也有几间不错的餐厅 不过感觉上它慢慢已经变成了网红店的观陆茶居 但即使是网红店 其实已经挺好的 因为它那些食物是很传统的 譬如说猪润烧米那些 我去过一次 当时还是疫情期间 又是吃完之后要去驗核酸那种 天天驗那种 但是当时也有很多附近的街坊去那里喝早茶 是挺好的 我们继续走 刚刚我们经过这个酒店 又跟大家说过价格 它是这个酒店的叫柏曼酒店 其实它和十三行和西门口 其实都不算很近的 但是价格又不算很昂贵 比如今晚那才算 247元大床房 有窗 又或者 比如说我和太太最喜欢的商床房 没有早餐的 标准商床房 部分没有窗 又或者游来有窗 284元 那它的优势就是走的 但是这个牌子 我就未住过的 感觉上应该都是老城区那些 环境应该是会比 感光旗下应该是 七天会好的 但是就没有 离风好 但是最大优势就是走的 还有价钱不算很离谱 300元有找 因为如果回到附近 游玩再往前走 就已经是西门口地铁站 至于去到13港 其实是很远的 大家见到我先走这么远就知道 都可以方便的 但至于你说去北京路 就我不推荐 如果是比较熟路 比较熟悉附近的 又想回到附近游玩 走路程区 各种 这里都可以作为一个选项 废话小说 我快点找观众要求拍摄地方 应该就在前面转左 这条路车来车往 维福西路 向左走一路走 就可以去到龙津东路 就是我们经常会去的龙津东路 如果大家对龙津东路 是很感兴趣的 可以尝试住这个酒店 在这里走过去 其实现在天气凉爽了 不会太辛苦 大家看到上面 都是很多树木的 或者如果你觉得 是都要走的 走一下才舒服的 其实挺好走的 不会太麻烦的 在这个方向一直走过去 一直走 不要转弯 就可以去得到 维福东路 那个小石街 但是当然 你是需要 走起码超过 15到20分钟的 又或者在前边 有个蓝色衣衣 站着那里 就有一个叫做 幽大的 食粤菜的餐厅 我和老婆一直都想试 都可以考虑 当然到龙津东路 有很多美食 甚至乎对面 上次我曾经吃过的 乳母街连身面馆 全部都是老城区的感觉 在这里 绝对不会存在 任何沟通上的问题 今天气温舒服 24摄氏度 可以说全年之中最舒服 是的 好了 根据地图映示长龙行 应该就在这里 没错了 这里这么大块牌 就写着了 观众要找的是14号 其实我已经见到的 就是这里 不好意思 是149号 让我先走在这里 比较奇怪的是 进入了行里面 全部都是写海珠中路 那会不会是前面这个位置 是的 这里写着长龙里1号 哇 这间屋很有格调 会不会以似大户人家 至于14号 我估计继续往前行 应该也没错 那里写着4号 都是粤秀区街道的感觉 大家都看到了 地下是重新铺过砖的 前边这几间屋是很新正 全部翻新过 但又似乎没有人住的 这里是6号 我们将镜头往上转 这里14号 应该我估计在前边 这里已经是8号 但是不得不提 就是7号和9号 这里 哇 多久 好似拔了这片线 你说现在是什么年代 刚刚建国都不出奇 对不对 有冷气机也拔过它 防导帽也拔过它 那些窗花那些砖 全部挺古旧 对不对 窗还是木的 还有有人住 那里有人住 这里肯定有人住 至于楼上我就看不清楚了 小光我们找回14号 我已经刚刚走过8号 这里是10号 14号我估计会不会是后边 有个美女 帅人来的 哦 我找到了 14号是这里 我估计右边是12号 这边是14号 是这样因为没错 已经证实了 铁杂后边是有写着 还有挂着衣服 应该是有人住 还有上面滴水 我估计是冷气机的水 有防导网 有人住足足有四层 好像还有五层楼高 画角度看 我们换了角度看 都看不清楚有几层楼 一二三四 应该有四层楼高 上面有天台的 观众没有说 他曾经住几楼的 但楼底很高 而且都挺安静 在这里住 而且在这里出回 也都出回外边 海珠中路 不是太麻烦 既然看完 又跟大家走走附近 前边这间屋 也是很古旧的那种感觉 有天台 这里应该是24号 还有我听见前边有个小朋友 在这里叫的声音 应该在那里想看 不知道 慢慢带大家在附近看 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晰 就是观众曾经住过这栋 这栋 顶层像没有人 因为窗是很旧的 咦 然后有冷气机 猜不到 都楼底都挺高 有些窗是封了的 至于这里 又有个小广场 在这里走出去 是维福东 小广场有些 有些叔叔阿姨 长姐在这里耍泰极 还有这里是学校 但是我真的没有印象 是什么学校 尤其是我们一路走出去看 这边还有两位发烧友 在这里打乒乓球 原来这里就是牛头行 每次经过 对这个名字都很感兴趣 前边这里我估计 应该是以前的光塔路小学 前边好像已经是光塔路 搞错 原来是海珠中路小学 这里是紫航路 好 相信观众应该满足到 我给他的答案 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回到和平西路 在这里走路过去 都需要接近30分钟 最后这个环节 观众要求找两个地方 和平西路的45号 我相信这个应该不太难 我大概都猜到在哪 但是他要求找和平西路小学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 不过不要紧 去到再说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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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到和平西路 先找了观众曾经住过的45号 我相信应该在路上 我现在站在这里已经是8号 我会走匀整条和平西路 第一,我当然找45号 45号应该不难找 但是和平西路小学可能有点难度 先头我查询过地图 这个学校的校名肯定已经没有了 我也查询过附近的学校的相关资料 也找不到他们说以前曾经 将和平西路小学合併了的消息 怎样都好,我走运整条和平西路 希望满足观众的愿望 我们看到对面清平医疗回诊部 已经是21号 45号应该在对面马路 这里始终都是西关和平西路 当然是这种比较大的 西关风格的旧屋 有些是翻新过的 至于在前边往右转 就是卖金鱼的街道 在昨晚黑的一集影片 老婆也想走在这里 不过当时天色太暗 所以就没有走到 还有这里路比较狹窄 是经常会塞车的 至于我现在走着 已经是三十多号 可能就在前边不远 我说是45号 再走迟一点点 好像之前曾经 帮观众找屋都曾经经过过 真的说这么快就已经找到了 在斜对面这间屋 这间有个冷气机白色那间 它楼下不像都有租出去 是不是冻品我还没见到 因为这里附近 是很多出租用作冻品用途的屋 一二三四 四层楼高 应该每一层都有人居住 这一层难说 应该是三层 三楼难说 四楼我都见到有厨房伸了 那个排气喉 还有阳台大阳台 天台应该无人在上面居住 至于下边应该都是冻品仓库 因为我已经见到那些冷柜 二楼当然也有 见到有冷气机 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里附近是很多很古旧的建筑物 好像这里 窗是尖的 下面就是那些装饰材料经营宝 这里就是那些冷藏的商行 老板在这里休息中 再换一个角度看看 因为始终是廉牌的西关屋 都不叫大屋 跟旁边的屋都黏在一起 很多管线的 外路的管线 我印象 事没有的 前边也有很多冻品的店铺 包括我现在 走着这里也如此 可能今天是第一日开工 节假日之后的第一日开工 又或者大家都担心 打台风有什么事情 快点做就像我那样 其实通常我都习惯傍晚拍摄 早上很少现在这个时电来拍摄 通常都是吃早餐 吃完早餐 找找观众曾经住过的地方 但今天例外一些 有些冻品经营部多残多久 有些大多数都是冻品经营部 我会一直往重贵路的方向走过去 不过其实都差不多走完 这条路我真的没有印象有小学 反而在冻品的店铺 就成行成市 如果要买那些雪藏鸡翼 雪藏牛肉 猪鱼齿鱼 甚至乎一些动物内藏的肉类 这里都可以找得到 或者是腸仔 又或者这边的切肉机 老闆在清洁中 还有这里有一间餐厅 富临门 也是很值得的事 不过今天我自己一只工 就没理由去吃 如果继续往前走 就已经又可以回到黄沙地站 又或者终这条路都可以 其实是差不多的 我们这里包着黄沙地站大铜路的方向 至于中午吃什么 我先找观众曾经住过的地方 先走一条和平西路 继续走重贵路 以我的认知 有两个餐厅都是不错的 不过一去再去 看看如何去到再说 对面马路还继续和平西路 我还记得疫情时 我曾经走到这里的时候 那些老板 那些运货工人 说那条路又封了 我真的很可怕 时至今日一切都过去了 大家在努力工作 找回以前没有赚过的钱 所以这条路是会塞车的 和平西路 和平西路我已经走到路尾了 我真的找不到和平西路少 可能不在这里 又或者已经改了名字 甚至乎没有了之下都不奇怪 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 一直合拼 所以有很多观众就问 为什么这么多学校合拼 第一个他们是想优化一些资源 第二个其实是的 真的出生率是越来越低 广州已经算好了 我和老婆去到 比如说 惠州试过有一次 看着这些学校 就是收拾一两个班 比较好些是去到佛山 我看到上市吃排骨饭的小学 还有十个班 真是厉害 至于对面 就是广州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 简称广药 大家慢慢都想不到 其实它是一个香港的上市公司 是的 这里应该是结算中心吧 但即使是这么厉害的上市公司 其实在广州是可以排到很前的 总公司在三面那边 这里应该是结算中心 我没记错 现在已经是11点了 在昨晚的时候 我和老婆去吃东西 我们经过大同路和龙里门口 我都看到超级爆棚 是吃什么呢 就是吴才记 又可以试试 其实我已经去到很多次了 但如果回来 像我这样 想吃小食的 不想上餐厅的 其实吴才记也挺好的 而且很方便 哪一宗大名鼎鼎的领战广场 不再多说了 和龙里就在这里 我们过去看看多不多人 如果不多人就在那里解决就算了 附近你问我又要適合游客的 又要比如说不是太多人的 像我现在这样一个人 其实真的吴才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又或者可以回到农宴坊 但农宴坊大多数都是一些 可能网红店的餐厅 当然上到西城都会 或者叫做领战广场 也都有很多 但我就不一一细数了 之前经过这里说 和龙里、吴才记 很旺长 连带隔离附近这些 小食店、腸粉堡、斩料堡 都生意好了很多 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有很多游客 我们先去看看 如果多游客的话 我们再作其他打算 我的饭食就到了 简单单又一餐 首先这个就是炸鸿鸿 迷到这里必吃的 因为我已经吃过很多次 我记得对上一次没有吃而已 它的售价是15元 中间有一盒泰汁 至于这个呢 这次我们是试不同口味的 是一个牛腩可粉 我要了一份大的 它的售价是19元5毫 我没有记住价钱 这个除了你不要牛腩以外 其实还可以要猪手 猪大奖好像没有 第一时间当然先试一下炸鸿鸿 一定要怎么换 太炸 还有这里是这样的 以往就真的挺老自豪的 价钱也不是太贵 但是自从我来过之后 就变得很红了 讲笑而已 不是的 应该这么说 不是因为我推介过 才是很红 而是有一次 那时候大概都十年前 和帮友踢完球 他们带我来 来完之后 就开始越来越知道 这间餐厅挺好的 最出名的是炸鸿鸿 顺德的一夹会碎开 顺德吃的肉会比较小 皮会比较大 皮没有那么大 还有泰汁不会很辣 有些是很辣的 话说今天是 焗庆节假期之后的第一天 看来游客没有太多 但其实也有的 有些人可能多玩两天 留在广州 也不奇怪 但除了游客以外 其实也有很多老街坊 有些老街坊 说明其实也不只是做游客生意 只是炸鸢炭也好吃 我夫人不太喜欢这间餐 不知为什么 她常常来吃 她说哪好吃 其实我挺喜欢 还有她们的猪油拌面也好吃 但是炸鸢炭肯定是要怎样的 与此同时 其实她们都是米枝莲推荐餐厅之人 她们的牛腩是这种的 你说是否雪藏牛腩 以我的认知水平 应该是 牛腩还好 没所谓 但不雪藏就会好一些 还有她有时候部位 比较没那么肥 没那么肥就会很柴 今天不太好 有时候又会吃不到花椒八角的香味 今天吃到的 还挺好的 而且部位挺漂亮的 有这一块好像比较瘦一点 但是她们的牛腩 腩汁是牵汁比较多的 其实这样才是正宗的 我不是小时候都吃这种 但我自己就不时太喜欢 如果回到这里附近 好像这样找一些小食店 有什么选择呢 就有崇贵路的那个 叫什么名字 我又忘记了 她们就没那么游客feel 就近本地居民的餐厅居多的 但是那里的河粉 我认为就真的很好 这里 好老实说 真的不够那里的 但是也不差 最少不是用那些优粉 即是透明那种 在这个时候 一路吃牛腩可粉 一路吃炸均匀 这样就最好吃了 这样的炸均匀 你们可以吃到多少碗 还有 因为始终 怎么说 他们收到价钱都不会太便宜 所以出品用料都是挺好的 这次国庆节假期 我和老婆去过几间 是米汁连推荐的 都是我们不喜欢连锁式那些 我们去几间 都是只有一间经营 你说有没有以前 他们还没有米汁连锁 那么好 是有所下降 始终游客生意出品 是有所不同 又或者会适合游客的口味 但是其实 你忘记了这件事情 也挺好的 反而 老实说 不会因为拿到那块牌 而作出 那块的改变 其实是西关行旗 那面 我去过了 真的没有想象中 这么丢轻 反而这些店铺 有了这种价值之后 它是不想丢架的 越做越好 在某些地方更适合游客 最起码游客喜欢一些 始终很多人来到广州 都是为了美食 至于景点 因为广州是很特意的 没有山 没有水 海 你去到南沙 只有冰农 山 你去到白云山 没有峰山 其实都不是很清楚的 但是美食就不得知了 来到西关 大把 即使这些 很多老街坊都说 没有以前那么好吃 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 他们都是很喜欢的 继续吃这些 你吃过之后 就要加一点辣酱 辣椒酱 辣椒油 或者这些 咸酸 这样就没那么油腻 如果拌面 其实你放这些就不合适 我试过 所有味道都感激 但是如果是汤粉 汤面 放这些就好吃 好了 我吃饱了 大家看上去的一点 感觉上是比上次好 还有 可能上次我没有叫 炸云吞吧 都是这样 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因为始终在这些 横街宅行里面的 小食店 所以它是只有洗手 但是没有洗手间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 我看它在装修 应该是 楼上它还有一些地方 可能想拿来做餐厅吧 坐得都够舒服的 是很有特色的 基本上就是这样 大家回来真的可以一试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结束了 各位观众 如果有你想我帮你拍摄的地方 请在我下面任何一条影片里留言 留言了之后 我就会尽快和你完成这个愿望 帮忙分享这条影片给你的朋友 或者帮我点个赞 下集见 拜拜 收集站 打赞 打赞 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